众所周知 最近中国女排正在香港备战世界女排联赛 接下来在6月11号晚上 将会正式打响首场比赛 对战保加利亚女排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次比赛到来之前 中国女排在当地组委会的安排之下 最近几天接连参加了各种活动 非常忙碌 比如说在前两天 中国女排在香港体育馆 举办了签名会的活动 还有面对面授课交流的活动 和当地上千名的中学生进行交流 弘扬中国女排精神 吸引了很多的粉丝前来参加 除此之外 据媒体报道 在6月9号晚上 国际排联还在香港举办了欢迎晚宴 宴请此次抵达香港参加比赛的八支球队 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女排 从媒体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 当然包括朱婷 李盈盈 这一些中国女排的主力球员 都围在一起坐在一桌 在等候美食上桌的期间 很多参加本次宴会的宾客 纷纷过来和中国女排的队员打招呼 其中朱婷是最受欢迎的 时不时就有一些前辈过来 和朱婷打招呼 和她拥抱 和她拍照合影 看得出来 朱婷完全就是中国女排的人气王 她在中国香港 也拥有着很多的老朋友 有些长辈在和朱婷聊天之后 还一直抱着朱婷拍着她的肩膀 好像在安慰着什么 虽然我们并不知道 这些长辈到底对朱婷说了什么 但是联系到朱婷这几年的遭遇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其中内容 应该就是这些长辈朋友安慰朱婷 大家都知道 她这些年吃了很多苦 克服了很多困难 所以鼓励她 希望她接下来再接再厉 攀上更高的巅峰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确定的是 那些和朱婷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 都非常心疼她 这次机会难得 自然要乘此机会 好好安慰一下大婷 总而言之 相信朱婷这一次的香港行 一定会不需此行 包括中国女排 其他的主力球员 也会从中收获很多球迷的喜欢 从中感受到 自己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 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在结束了本次晚宴之后 接下来中国女排 还有一天休息时间 之后将要开始比赛 这一次中国女排 前面两战的比赛 并不是特别理想 目前还暂时没有拿到奥运门票 因此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接下来最后一战 香港战的比赛 必须得好好把握 在家门口打败保加利亚女排 以及德国女排 拿到奥运门票 香港球迷历来是最热情的 这次相信会很有很多主场球迷 买票进场支持 我们也期待朱婷 他们可以取得更好的发挥 来回馈当地球迷的热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詞曲 李宗盛